英国金融时报与彭博社报导 软银以600亿美元将英国金片设计公司安谋出售给美国绘图金片厂挥达的交易案 周一已失败告终 报导指出目前软银集团更倾向于让安谋在纽约上市 数据显示辉达已在2月7号成为全美市值第七大的企业 首度超越脸书母公司Meta 日本朝日新闻7号报导 台积电将在日本雄本县新建金元厂 出了获日本政府补助4000亿日元 当地还设置推进本部协助解决交通问题 决定延伸道路并研议配合变更铁路路线 当地约有4万人 现在已成为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最前线 周边有Sony半导体子公司与半导体大厂东京电子 欧系车在台制造有望底定 英国王室用车MG即将重返台湾车市 以玉龙集团旗下的中华车最具冠军像 有望先以进口方式引入台湾 下一步极可能导入国产供应链 而成为欧系车台湾制造的首例 美国两家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精神航空和边疆航空已经统一合并 希望打造成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